這些都不算什麼 那個才是真正的那個 對 同意這些都不算什麼 Oh my god 今天呢邀請到我的韓國人氣朋友Yanny 然後來進行兩個非常大的主題討論 是韓國結婚簽證申請 以及如何籌備韓國的婚禮 對這兩個主題真的超重要的 那我會分兩段影片來介紹這樣子 那由於我跟Yanny呢是之前在同一家公司上班認識的 然後她今年呢也剛好有結婚 所以有那個申請結婚簽證的經驗 所以我想說Yanny就可以來分享一下這樣 那我們就請Yanny來自我介紹一下吧 好 大家好 我是Yanny 然後我來韓國 之前是打工度假來 然後我認識Emily 然後到現在已經有兩年了 我跟我老公是在 就是朋友介紹 然後她在美國讀書 然後有一年回台灣還 然後就朋友介紹就認識了 然後後來她放假完之後回美國繼續讀書 然後就有一年長假去找她玩 然後就把她就認識 然後後來就變得更熟 然後就進了這樣交往 然後就隨著她回韓國 這樣子 然後就搞到現在 對啊 就是從朋友發展為情人這樣子 對啊 而且這邊很多人情都是 都會問你什麼派 就是你是澳洲派啊 你是加拿大派還是美國派 那你是美國派 我是美國派 美國加拿大派 我是澳洲派 對啊 這很好笑 也是很浪漫 而且現在有小寶寶了 恭喜恭喜 對啦 然後 因為我本身也是有穩定交往的韓國男朋友 所以呢 這兩集 我就會跟著大家一起做功課 那如果說你也是一樣 就是有一個穩定交往的韓國男友 然後想要進行下一步的話 那這兩集你就要仔細聽囉 好的 首先是韓國結婚簽證申請 你要辦結婚簽證 就是結婚移民簽證之前 你要現在兩邊都先登記完 然後拿著兩邊登記完的資料 再來申請簽證嘛 對 所以你差不多全部這樣弄完之後 也差不多要一兩個月左右 一兩個月左右 對 因為它過程其實蠻繁複的 對啊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會補充 就是那個流程是怎麼樣的 這樣子 韓國結婚簽證要怎麼樣申請是最方便的呢 因為我有聽說有的人是台灣登記啊 也有的人是韓國登記 但都不一樣 反正就是沒有捷徑 因為要準備的資料就是一樣多 比較快的是你台灣這邊先登記 韓國補登記 你會 台灣這方面你會比較省時間 跟省金錢 如果你是韓國先登記的話 你還要拿一堆資料 你還要公整 然後那個時間上就很多 而且那個花的時間也很 所以就是如果你想要 比較懶一點的話 你就是台灣先登記比較好 台灣登記的話大概流程 因為其實我有上網大概做一下功課啦 四個流程 就是韓國公證 台灣登記 韓國補登記 台灣申請結婚簽證 那我想問你 就是你當時也是差不多流程嗎 還是有點不一樣 對 基本上就是差不多流程 但是因為我那個時候 台灣登記完了 韓國也登記完了 所以照理說我應該是要回台灣 住辦事處去申請簽證 我那個時候人在韓國 然後那時候發現我就是有寶寶了 所以就是我老公打電話去問那個 出入境管理局 然後他就說其實我是可以 生病或者是你有懷孕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在韓國辦的 所以我就直接在韓國出入境 就直接繳一樣的資料 然後這邊辦一辦 然後也大概等了一個多月 就直接拿到 拿到就是拿到簽證這樣 再來就是各階段要準備的資料啦 好首先是韓國公證 老公這邊你要先去去聽 就是你們他住的地方 或者是動的事務所 你可以申請一份婚姻關係證明書 證明你老公是單身 然後拿著這一份文件去 要翻成中文 或者是你可以自己翻 如果你韓文能力好的話 你可以自己翻 或者是拿到民間的那種翻譯事務所去翻 然後你要本人去台灣的理事館公證 對 然後中文韓文版的都要公證 然後三四天後你拿的時候就去取件 其實那份文件 就是你老公的證明書就公證完了 然後他這邊還有說就是拿到之後啊 你必須要在三個月內要去台灣 對那份文件的時效就是三個月 對然後我那個時候 有一個特別要注意的地方是 就是你老公去申請那份 關印關係證明書的時候啊 其實韓國人可以自己在網路上 或者是動事務所去用那個機器去下載的 可是我們那時候下載的時候 他那個關印好像就是電腦那種關印 我老公去公證的時候 他說不解 就是他要有那個 就是真的那個蓋的那個印章 所以他又跑回去用了一次 所以我建議就是想要公證的人呢 你就直接去零貴 就直接去申請 然後那個蓋章確認完就 不然你會白跑一趟 然後如果你沒辦法本人去領的話啊 你可以請你的老公 然後簽好那個委託書 然後帶著雙方的護照 然後就去就是你可以不用本人去這樣 可是基本上應該是要本人去啊 對如果能本人去是最好的 第二步就是台灣登記啦 台灣登記前啊 一定要請你的老公 或者是你自己韓文好的話 你可以打電話去 你們那一區的區廳 去確認一下之後回來韓國補登記需要的文件 因為有些地方會要求說你的結婚證書 是要英文版的 而且是需要公證的 但有些地方沒有 就是你知道韓國的政府機關就是 有時候就是看心理做事 好煩喔 而且各個地方的標準又不一樣 所以你一定要打電話問清楚 要不然你那個機票錢跟時間 真的會真的很浪費 真的欸 就花了那個機票錢 如果說又怎麼樣的話 所以你一定要打電話去去聽 問清楚他們到底是需要什麼東西 這個文件要不要證明 是英文版還是中文版這樣子 這蠻重要的 再來台方 就是女生這邊呢 要準備的資料就是 三天前要預約登記的時間 然後準備戶口名簿證本 台灣身份證 護照格式兩寸大頭照一張 然後結婚登記申請書 這個是在護貞事務所就可以下載了 然後結婚書約 結婚書約的話 如果妳好像是中英文版還是 直接是就是同一份表格 就是護貞書都可以下載 或者是妳就是想要留紀念的話 妳可以去外面買那種 有欸 就是粉紅色那種做紀念的 之後我們就是懶 所以我們就直接下載了 填了就好了 因為之後也不會想看那個東西 對啊 我有在網路上看到有人是特別版的 就自己做 對結婚書約 還把他用漂亮的那種書夾 把它夾起來什麼的 但是我就是懶 那男生這邊就要準備護照 婚姻關係證明書 那他會直接就是定在一起 妳就直接帶那一份 然後再來是中文姓名證明書 就是妳到時候去登記的時候 他會給妳這樣 漢字中文姓名的證明 然後反正就幫他們貼貼嘛 因為他也看不懂 妳只要確認他會簽自己的 中文的名字 就好了 他自己要練習一下中文簽名這樣 對啊 幫他記得訓練一下喔 好可愛喔 自己練中文簽名這樣 對啊 OK好 所以這是台灣登記的部分 然後登記結束之後呢 要記得申請一張 英文版的結婚證明 對就是妳登記結束之後 妳會得到的是 中文版的結婚證明一份 就是因為我怕到之後 就是會被要求要英文版 所以我當初也是加了一份 那個結婚證明的英文版 然後妳也會得到妳的就是 身份證後面有配偶欄的新身份證 對 然後還會有新的 戶口名簿 然後最重要的是 但是如果妳之後回來要申請結婚簽證的話 妳一定要需要申請新的是戶籍藤本喔 不是是藤本不是戶口名簿這樣 所以大家要記得就是這幾個點還蠻重要的喔 那台灣登記完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韓國補登記啦 然後韓國補登記的話 是到區廳或市廳登記 女生這邊要準備的資料就是護照證本 然後中韓文的結婚書約 嗯 就是剛剛就是妳不是在台灣登記的時候 妳會得到一份中文的結婚書約嗎 但是這一份中文的結婚書約呢 妳要去翻譯成韓文版的 妳可以跟老公就是一起翻譯 就是格式 格式就是沒有一定 就是妳就是用打字的 然後妳下面再就是翻譯人 就填自己的名字 然後再來是男生這邊要準備的資料 那有男生的韓國身份證 婚姻申告書 然後再來就繳交資料 領取接受證 一週之後就可以領取新的婚姻關係證明書 或家族關係證明書 就他的家族成本上就有妳的名字 有些人其實是一週之後去領 但是我老公是當下他就拿到 喔他很快的耶 兩地的登記結束之後呢 就是回到台灣申請結婚簽證啦 在台灣申請的這個是F6之一 然後妳要到駐台韓國代表部去申請 台方要準備的資料有 護照證印本 身份證及正反面印本 兩寸大頭照一張 簽證申請書 結婚移民者背景陳述書 以及中文護籍成本 還有語言證明 喔好多 這些就是妳上那個網路上其實都找到 他就直接給妳 會給妳的清單 而且有一些表格是可以網路上下載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爬一下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 我覺得韓國 就是男生這邊要準備的資料很多耶 基本證明書 聲援保證書 結婚移民者邀請單 交往過程 婚姻關係證明書 家族關係證明書 住民身份騰本 所得條件即居住 居住登記證書 收入證明 去年度扣腳憑證 代值證明 以及信用證明 他們準備的東西雖然很多 但是就是去動物事務所 機器按一按就出來了 對要填的東西比較多 可是是一起填 其實就 那時候我還覺得很難啊 很怎樣怎樣怎樣 可是到時候其實一起填 然後資料看一看 其實還蠻快的 嗯 戀愛過程是一定要打 那時候我老公就打一張A4 然後還附了那個 我們交往的那種照片 然後有些人都做的很可愛 可是我們就是打一張A4 然後附照片而已 欸 是韓文嗎 啊可以打英文 或者是韓文 這樣子 好可愛喔 就自己用一個A4子 交代一下戀愛室 對啊 因為現在很多就是婚姻詐騙 然後只想要拿簽證的那一種 所以他們會比較嚴格 要注意的是呢 這些繳交的文件呢 全部都要在發給日的三個月內 就是它是三個月內才有效的 所以大家要仔細注意一下這些文件的效期 你應該就是申請完之後 你就很想要把阿姨簽弄好 所以你應該不會拖到三個月之後 真的 大家應該會想要趕快解脫 趕快解脫 因為這過程實在太繁複了 對啊 再來是結婚簽證大概是多久拿到呢 效期是多久 然後多久需要換一次 在台北辦的那一張 他給你的那個簽證 就是F6之一 但是他會給你一個效期 就是你要在90天之內入境韓國 然後去那個出入境管理局去按你的指紋 然後申請那個F6 就是真正的就是 反正就是一張十分證卡片就對了 對啊 然後到時候幫我拿一下 嗨 對阿 但是因為我是 我那時候就是因為懷孕有狀況 他說我可以直接在那邊申請 所以我沒有回台灣去申請F6之一 我就把這些東西交一交一個月之後 我就直接就是拿到這張F6 如果有申請打工度假的應該都知道 就是那個程序是一樣的 然後效期的話也是一年 就是一年之後你還要再去更換 然後像我的是 我是4月10號申請 5月8號拿到了 所以我的一年的時效就是到明年的4月這樣子 你可以去上網參加一些什麼文化課程 就是人期的文化課程 然後你如果得到一些證書的話 你是可以拿那個證書去 然後好像聽說會給你兩年 或者是你有寶寶之後 好像是給你兩三年之類的 反正我就是不太就是 可能要再查一下 沒關係 反正基本上是一年一年去換一次 一年換一次這樣 所以這有點像登陸證的概念 對就是登陸證 好的所以結婚簽證就是大概這幾個流程 希望我們以上分享的資訊對你們有所幫助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除了可以查看駐台韓國代表部的網站之外 也可以參考Yanny的網站 就是那個粉絲團 對我會附在那個資訊欄裡面這樣子 那我們下一集呢 會再分享就是如何籌備台韓婚禮囉 這也是一個很辛苦的 對 這也是一個很複雜的一個主題 結婚嘛就是這樣 結婚就是很複雜 但是你們既然都已經克服了異地戀啊 又克服了結婚簽證 那後面就是會越來越順啊 所以大家不要擔心 這些都不算什麼 你知道結婚之後生活上面那個 才是真正的那個 才是真正的口液之夜都不算什麼 蛤 結婚特別的摩擦 OMG 婚姻就是這樣 可以啊大家都做得到的 OK的大家可以的 好的 那希望大家喜歡這支影片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也歡迎按讚分享以及訂閱我的頻道喔 還有按讚Yanny的粉絲團 OK那我們就下一集見啦 掰掰 掰掰 unky 媚姐 媚姐 為何